請Ronnie來分享他的開放國會行動方案的 整理加國會鬆的預告 好 謝謝豆腐 好 那今天早上有提到說 我們印出了五百多張的那個 就是各國的承諾事項 然後今天就把他帶到那個會議室去 然後我們就把他丟在桌子上 然後就請志願者們 大家就隨便抽幾張 然後我們來做分類 那感謝早上大家很辛苦的分類後 我們就成功的把55個分類 大概分個十五十六組左右 那裡面可能就包含有譬如說是 預算啊 吹哨者保護啊 法案更透明啊 那個國會直播啊 網站改版啊 什麼之類的很多很多 然後我們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整理之後 再來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就根據Google示範表來做建檔 那我們建檔的方法是 我們就是有做一個示範表出來 然後我們有做一個範本頁 那範本頁裡面就有這些欄位 有分類跟參考代碼 因為每一個承諾事項都有一個代碼 然後後面就不用填 後面就是會自動用VLOOKUP 會帶進來它的資料 所以就是我們那時候 每個人拿一疊紙 然後我發現這個承諾事項 是一個新的 而且它符合台灣的 那我就把分類寫遺 譬如說它是吹哨者保護 然後它的代碼是AB0001 那後面就會自己帶進來 那後面發現有另外一個國家 也有一個一樣的 那我就把那個另外國家 寫在其他代碼這裡 那我們就是用這個方法 去把500多個想辦法整理 就是收斂起來 那今天很謝謝就是 Roger、Peter、Claire、Elai、YC 都一起來參與做這個 就是建黨的工作 那我們建黨之後 最後我們再把所有人 個別的那個試算表 再合併進同一個表中 所以我們就整理出一個 像這樣的表出來 就是這些是一些 各種不同國家的承諾事項 然後整理完之後 再來我們還要做一件事 就是因為有一些東西 可能不一定符合台灣 像裡面有很多是 很多國家很在意的是礦業 或是有很多 它其實算是行政體系 或是有些可能是 針對自己國家 例如說他們要怎麼 針對共產的歷史 要做什麼是什麼之類的 這種可能跟台灣 沒有太大關係的 那我們就想要再做個整理 所以我們又再做另一個方法 是我們再開了一個 新的工作表 然後我們在後面 就是一人任領一區 然後你就用圈跟插來 決定說你覺得 這個東西符不符合台灣 那我們目前只做到這一步 就是這一個謝謝 謝謝Peter、Claire、宇廷、Jenise T 跟Roger的幫忙 就是我們目前整理出來了 那我們目前想說 就是如果今天圈 大部分人都圈或大部分人都差 大部分人都圈 大部分人都圈 其實蠻適合成為 給台灣參考的成果事項 那大部分都是差的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散掉 但有一些 例如說三個人圈、三個人差 那就表示 這東西爭議有點大 那有可能是因為 它本的成果事項 寫的就是很不明確 那這個我們可能就要想辦法 再討論說把它變得更明確 那最後我們可能就可以整理出 一百多項 要做開放國會的話 有什麼承諾事項可以做到 所以我們接下來有幾件事要做 第一個就是像剛剛講的 是要再刪掉一些 還是要把它轉化成 符合台灣需要的 然後再來是有些很精神性的 它沒有那麼明確的 例如說它說 國會要更透明 那這種我們就不能直接寫 國會要更透明 我們要想辦法把它變成更具體的 例如說 譬如說 資料要更快上架 要在幾天內就要上架 這種很明確可以驗證的 承諾事項標準 那這個我們可能希望透過群眾 收集群眾意見方法來做到 但我們還沒有討論到 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那接下來的討論時間 會有兩個 一個是下禮拜 在五七月二十六號 在V台灣小聚 下午在NBO Hub的廚房 那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以一起來參加 我們繼續討論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八月三號 可能會有下一次的 國會松 那國會松的話 也是 就是 也是會在NBO Hub的廚房 那這時候我也想來分享一下 什麼是國會松 對那就是像 剛剛有講說的 任性松以外 我還有另外一個坑 叫做國會松 那目前已經辦了兩次了 所以下次是第三次國會松 對也是希望說 讓大家對國會議題 感興趣的人 都可以帶著題目 國會松來一起交流討論 那目前國會松已經有的一些專案 例如說有人在做法案採銷履歷 想要知道說哪些法案 經過一讀二讀 可能就死蛋二讀了 或是用哪些往下走的這種統計比例 那也有人 這個就是我現在正在做的 開放國會行動方案的整理 然後再來也有做立法院大小城市 做個APP 讓大家可以去追蹤立法委員的 然後也有人做科技閣員立委整理 就是整理說哪些立委 跟哪些閣員是跟科技議題有關的 那假如要做一些科技相關遊說的話 可以優先找哪些人 對那如果對國會松感興趣的話 那這邊有個國會松電子報 就是歡迎大家可以去訂閱 那之後只要有國會松可以報名的話 就可以立刻收到通知 就可以不會錯過國會松的報名 所以對國會松感興趣的人 就是可以報名參加 那我等一下會立刻在General上 丟報名連結 所以想參加就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謝謝大家 好欸 謝謝Ronny的分享 下一個的話 來換Elite 來分享她的私打 看覺得這叫酷 好嗎 好嗎 謝謝 rubbish 謝謝 謝謝 謝謝